來看今天的消息 這個新冠本土疫情 要到高峰路 不過現在專家更加煩惱 流感一部分 因為一關數感情的發現 有哪兒推薦 說今年主要是 這個A型流感的流行年 還有四百百人的圍獎 好有民眾 趕緊來煮流感的表 稍等的規制就不夠了 流感百度又開始癢癢癢 有幾十年金屬發現說 最近發燒和少頂頂 獲得正常的病人增加 不過做新冠快胎率是減出陰性 真有可能就是去餵到流感百度 新冠本土疫情最近拜三日日的 199方 不過醫師更加煩惱流感疫情 因為一關數感情發現說 高過分第三禮拜 感情到八十九的流感陽性 其中A型就佔八十例 但是今年流感主要是A型的 在那邊要負責 就是放兩方的關係之後 一關百度可能會流行起來 將近有四百萬人染疫 沒有出疫苗的人 同一個時間去餵到新冠百度跟流感百度 當前的比率會增加三成 你大概可以估百分之十五到二十的人口 可能會被感染流感 那今年流感一定很有可能 會跟COVID-19撞在一起 同時感染兩個病毒呢 疾病嚴重成績會增加百分之三十 但立民共調說 映年流感流行的過節十一月份 不過今年提早到尾 加上我們邊境就要開放 今年流感疫情來得很明顯 一定要緊心 所以互有副合公會主社主界 高峰險族群 每十月初一開始 可以出四個流感疫苗 來提升保護力 記者 總好多多